小姐 问您一下 你们三个酒的包装在哪儿 您看这边上二楼 又管第三个的就是 好 小姐 请问一下 杜律师 够巧的 我们几个同学聚会在这儿吃饭 您呢 我的女儿今天过生日 也在这儿吃饭 叫杜阿姨好 杜阿姨好 小寿星 今天多大了 十二岁 那生日快乐 您先请 杜律师 你在哪个包房 那个999 我也在999 不会吧 那咱们俩肯定有一个人弄错了 你等一下 我问一下 宋秦 我们到了 你在哪儿呢 你等着啊 我来接你 你快飘笑狗 林亮 杜阿姨好 胡叔叔好 林亮 走 走 杜律师 您好 来来来 杜律师 你干嘛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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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笑语 我刚才在楼下 看了有很多天顶 你跟练练一会儿去拿去吧 太好了 您俩咱们走吧 走走走走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胡律师 我 我自己做主 把小林拉过来 我是觉得你们俩 我没问这个 我问的是 你们三个人是不是 早就认识 你们几个和谐伙来 想干点什么 那个 胡 胡律师 我们三个人是早就认识 而且我们还是高中同学 不过我们没什么恶意 就是那个 我们就是在酒吧里打了个 躲 是 胡律师 真是对不起 就是 我们三个人早就认识这事 没早告诉您 是我们的不对 但是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 这事弄成这样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跟这一样一样的装 被我弄坏了 这装 这装 这装怎么了 我以前啊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后来打碎了 我以为我来北京以后 认识你们这三位朋友 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叶红 我孩子同学的母亲 送钱我的秘书 也是我的好帮手 尤其是你 杜晓菱 既是我的竞争对手 也是我的师妹 我真没想到 这让我最高兴的事情 居然成了 最打击我的事情 你们三个 连起手来耍我 宋秘书 你是不是 这杜大律师 派到我这儿来的卧底 我 我不是卧底 我能卧什么 叶红 你是不是利用了 亮亮和小雨的关系 来接近房 我 我没有 杜晓菱 杜律师 杜晓菱 杜晓菱 我们都是律师 我以为我碰到了 骑虎相当的对手 你想打赢这场官司 无可厚非 我理解 但是你用了这种 下作的手法 真是让人瞧不起 我今天呀 感谢三位 你们真是好好地 给我上了一堂课 你们三个人连起手来 把我真是耍得团团转 杜晓菱 算尽喊 不是 胡律师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真的只是觉得 你们俩特别合适 就想跟你们俩 爸 我们回来了 妈 我来啦 爸 你看我这蛋糕 好不好看 真好看 小语 来 我们回家 爸 我还什么都没亲呢 小语 我还要跟你聊晚 这个胡振东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那个白狼了似的是吧 我说行了你 你骂人胡振东干嘛呀 我现在跟他是竞争对手 你知不知道 空边双方律师 那在法庭上 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那把我们俩关系 搞得不明不白的 你让胡振东怎么看我呀 你干嘛还怪我呀 这饭我也不吃了 我走了你们吃吧 你别走啊小玲 你 你真的别走 妈 陆阿姨怎么了 妈 我们都是律师 你想打赢这场官司 无可厚非我理解你 但是你用了这种下作的手法 真是让人瞧不起 我会迟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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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顾律师 真的不想干了 昨天晓菱骂我 我今天来不想做任何解释 我今天来不想做任何解释 在这种时候撮合你和晓菱 我确实是想得不周到 但是有一点 我到你这儿来 跟晓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话 您都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我发誓 杜晓菱从来就没在我这儿 打听过有关黄境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杜晓菱绝对没有恶意 你辞职以后打算怎么办 再找吧 那我就祝你一切顺利 其实说实话 咱们俩在一起合作 还是挺愉快的 再见 那好 那再见 好 好 好